大家好,我是三不佳 今天我在Facebook看到這個廣告 嚴格來說,不是Facebook,是IG的時候 看到AVLIFE的一個雙十一的Promotion 吸引我,當然價錢是挺吸引的 那套系統就是天龍Home550的Soundbar 不是只有一條Soundbar,是整套系統 有前一條Soundbar,有後一條Soundbar 有十一套完整的Soundbar系統 收多少錢呢?它在做半價,7760 7760我覺得真的挺吸引 也是一個可以積極考慮這個產品的Price Range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就是 因為今集我就不會慢慢再跟你分析 或者是分享我對Home550的一些感想 如果想聽回關於這部機的感想 可以看回我以前的節目 在這裡是作為一個 你將會打算買的一個補充資料 第一,當然是 最重點就是出去試聽 試聽的時候,以前節目講了很多次 這裡不再怎麼說,試聽什麼 要做什麼準備 反而是會 提供一些要多留意的地方 第一就是 天空聲道的氛圍 因為這部機 是沒有專屬向上的發聲單元 另一方面要留意 你聽出來的 Hide Channel的效果 那個天空聲 是以一個模擬形式的出現 這部機我覺得都可以的 它的效果 但是還是那句 我覺得OK 未必你覺得OK 所以一定要去試聽 而且試聽的時候 除了這部機之外 盡量找回一些 相同類型的三巴去試 就是跟它一樣 是沒有專屬向上發聲單元 以模擬形式營造出來 天空聲道的三巴都去試 不是說價錢雷同 是說用這個形式 去造成模擬天空聲道的效果 你要去比較 貴也好便宜也好 先比較一下 你知道模擬出來的天空聲道 大概那個質素 或者那個感覺 會是怎樣 先拿到那個感覺回來 拿到那個感覺之後 有時間 我也希望大家 試試一些 有獨立向上發聲單元的三巴 去做一個比較 有 那個感覺是這樣 模擬的感覺是這樣 不是叫你一定要買有專屬向上發聲單元 這類模擬的 我也聽過一些 都是可以的 的效果 不過也是那句 人人的尺度不同 人人對聲音的 expectation 不同 所以也是 聽過才決定 另外一件事 我想補充 也是關於試音 就是試音的時候 試對白部分 這方面我以前沒有怎樣強調 不要誤會 我不是說這部機對白部分有問題 這部機我之前試聽 對白部分 我是滿意的 表現OK的 我想說 帶出來 完全是因為 我做了這麼久的節目 跟觀眾互動的情況下 我發現 有部分三巴 可能出來 對白部分 對某些觀眾朋友 他覺得可能有些不足的地方 明白的 因為始終 聽回來的感覺 是你自己的 所以 你試 不只是說這部三巴 其他三巴也是 聽完對白部分 是不是 適合你心髓 可能你會跟我說 三巴街 沒有時間 他有限期 沒錯 這個價錢 是有限期的 所以我為何 特地做一集節目出來 就是因為有限期 而我覺得價錢很吸引 快點下去試聽 試聽 不是叫你立即拼取 可能售貨員跟你說 快點買 快點課稅 夠了 賣光了 只剩兩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千萬不要 給這些 這麼步步進逼的銷售策略 而下決定 我是覺得OK的 這個價錢 也覺得這部機是OK的 但是 始終他有些地方 跟其他人不同 中國也是這樣 不要立即做決定 給自己一點時間 買不到就算了 就是你跟他緣分不到 價錢對 緣分不到 天時地利人和 你撐減一些東西 沒辦法 你跟他百字不合 所以 第一件事 盡早去做 因為他有限期的 這個promotion 我也不敢擔保之後 他有沒有 今集 失驚無神 快閃介紹雙十一的優惠 我叫 真是不知為何 是這麼巧 我看到我覺得價格多順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AVLIVE和天龍 沒有主動approach我 他沒有email我 或者DM我 告訴我 有一個promotion 我純粹看到價格 是挺吸引 所以跟大家介紹 可能是緣分 其實不是 是因為演算法大數據之下 製造了這個人造的緣分 讓我看到這兩個promotion 在IG或者Facebook 看你喜歡浪漫點叫緣分 一定是演算法 時間點 死線就是 11月19日 當然也是那句 我猜都是 賣光就沒有 賣光就沒有 就不要強求 因為我仍然認為 是要做齊些東西 最好作出這個購買決定 如果買了 不喜歡就無謂 起碼你盡力做了功課 試聽 看我的節目 理解一下這部機器是什麼 看看接下來這幾天 會不會有其他 雙十一的 我認為有多蠢的 價格 只是說價錢 大家看錢做人 是不是 有些多蠢的產品 我會跟大家介紹 看完份 看到還是看到 要我認為蠢 我正在做這些 特發性介紹 如果你想再聽多些 這方面的應音資訊的朋友 就懂得做 在下面 CLS 再給他 什麼 comment like share 給多個sms 還沒subscribe的就是subscribe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節目 當時 Youtube就會推送 告訴大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希望下支影片再見到大家 拜拜